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又開始網上言經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靈充滿的,這次是第六課 那麼我們是看這個經文就是哥倫多詞書第十二章 這裡是有講到聖靈所次的不同因次 而我們發現有很多樣都是比較超自然的 在十二章,哥倫多詞書十二章四節開始那裡說 因次元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即是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 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此人蒙聖靈像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像他智慧的言語 然後就是信心,即是次信心又一次醫病的因次 又叫一人能行二能 另外一人能作先知,便結諸靈,說謊言翻謊言 十一節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以分給各人的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 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這裏講到各方面的不同,但是一位聖靈 因次有分別,每個人領受的因次不同 但是聖靈卻是一樣的,即是我們有不同的即是 有些人是家庭主婦啊,或者你,即是你不同的職責 而在教會裡面,你是有什麼身份呢? 那有些是評信徒,不過,他很熱切傳呼音的 那麼,他都有這個聖靈的,這個傳呼音的聖靈的 然後呢,即是雖然有聖靈,職位不同 但是主卻是一位,工用也有分別 每個人所發揮的工用是不同的,臣呢,卻是一位 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好,留意到這個運行這個字了。 我們想大家回應一下,記不記得,哪個經文講到運行? 彗立比書,二章十三節,記不記得我們講到 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裏又講到運行,我想大家講一講,在這裏講到運行的重要性是什麽呢? 有沒有人想講一講?即是說這些職事、功用、恩賜不同,聖靈的運行是什麽呢? 根據這個經文所講,就是神做的事,即是在這些不同的人所做的事, 都是聖靈運行,都是聖靈賜給人的感動,安排每一個人去做什麽。 那神也都似給人呢,是有這個自然的傾向的。 譬如有些小朋友,小小時候呢,就喜歡讀書的有些。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候,我家人,即是家人說呢,我會讀書,哇,我好開心。 我天天在,在那等什麽時候他們會拿那些書回來。 不知為什麽我會覺得他們會把那些書拿回來。 有一天呢,之後就起床了,我發現, 我桌上是有些書放在那裏,那我就很開心的。 即是有些人是喜歡讀書,有些人是喜歡運動啦, 有些人是喜歡跟人聊天啦,這個每一個人有個傾向, 每一個人那個,喜歡的程度是有分別的。 即是有些人特別是喜歡跟人家交往啦,那有些人呢,就會關心人啦。 那這個都是神賜給人這種自然的傾向。 那我們如果找到自然的傾向,然後我們都找到聖靈的感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神想我們做什麽了。 即是在我們信主之前的,都是神預備的。 而信主之後,神所預備的呢,神所感動我們呢,也是有祂的意思的。 那所以我們知道,運行和弗洛比書二章十三節,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記下這些經文啦。 因為這些經文是比較重要的經文, 就是講到呢,你們立志,你們立心去做和行出來, 都是神在心裏面運行,就是要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神美好的意思。 那所以這個經文呢,講到呢,就是呢, 神會賜給人不同的恩賜,不同的職事,不同的功用。 這些呢,都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就是要成就神的美意的。 那,那有些人可能說,唉,我想做第二個人啊, 那方面想做我自己啊,我想做第二個人啊, 他有很多恩賜啊,他有很多各方面的能力啊。 那其實這個第一方面就是,到底我們是不是有這個自然的神給我們的恩賜啦。 那譬如有些人,他總是想帶領唱詩歌, 但是呢,他是走音的,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有些人呢,他因為那個,他本身的安全感呢, 是需要靠做事,就是他的表現來加強他的個人的成就感和重要性。 那這樣的時候呢,他可能見到有人做一件事, 就是覺得很,就是那些人很喜歡啊,很有趣啊, 那些人很喜歡啊,那他就覺得, 我都想好像這樣,那這個動機呢,就不是好的。 那,就是如果他不是有這個自然的恩賜的時候, 神不是賜這個人給他的時候呢, 那他呢,就是不是勉強啦, 而是他尋找神賜給他, 其實神給每一個人呢,都必定有他美好的心意的, 為他預備的, 那這個第一就是我們本身那個自然的傾向啦, 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那個人有沒有發揮啊? 就是有些人呢,他是有這個傾向啊, 不過他沒有心機去學習,和操練, 那結果呢,是用不到出來, 那這個呢,就是需要這個人的行心, 和毀身在神裡面,和處理生命這幾方面的。 那譬如,有些人呢,他很有才能啊, 但是呢,他不處理生命, 譬如一個人物,我們都會認識的, 音樂界很出名的,就已經離世很多年了, 就是莫插特。 莫插特呢,他的音樂才能是真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真是,就是很,就是極少極少人有這樣的音樂才能的, 那,就是我曾經看過莫插特這部電影, 那他裡面講到呢,那時候呢, 我不清楚那個好像是, 在教皇那個宮廷那裡呢, 有一個演奏的人呢, 就彈一首歌給莫插特看, 那我就, 啊, 我不記得他給他彈, 他意思是什麼, 就是想他,想他學啊, 還是怎麼樣, 那他彈完呢, 就是跟著他就問莫插特了, 那你, 知不知道, 明不明白啊, 那他說, 知道啊,我已經記得了, 跟著他就彈給他看, 就是把那首歌彈出來, 然後他跟著就說, 啊, 這裏可以這樣改善, 這裏可以這樣改善, 他即時可以, 立刻會彈得出來, 並且他會告訴他, 這裏改善, 那還有我聽過呢, 就是說呢, 當他小時候, 他睡了覺, 他爸爸彈一個和言, 一個chord, 一個chord, 就是幾個音, 合在一起, 是有一個和音的, 那叫醒他, 跟著呢, 他問他, 這個是什麼chord, 什麼和言, 他立刻可以說出來的, 這個是什麼音, 他立刻可以說出來的, 就是他那個音樂的才能, 真的很強勁, 不過他沒有好好管理他的生命, 他是, 就是, 很多被女人影響啊, 又, 沒有管理好的身體啊, 那就, 後來也都因為他經濟困難了, 其實他是被教皇, 聘請他去做音樂師的, 帶領那些音樂的, 但是因為他經常都缺席, 所以呢, 就是, 結果沒有那份工作, 那要做其他的那些寫作呢, 是很辛苦的, 那後來呢, 他就病, 後來就病死的, 就是很年輕的時候病死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可惜的, 是很有恩賜, 很有能力, 但是呢, 他是沒有去運用的, 那這個呢, 是一個神賜給人的自然的恩賜, 那神也都賜給人, 是屬於他的恩賜的, 就是譬如音樂, 那神給人有這個自然的音樂的能力, 那但是呢, 神也都賜給人, 是屬於神的恩賜, 就是譬如說, 應用在教會裡面, 就是帶領人敬拜, 怎樣帶領人去, 去搬起神, 用音樂來表達對神的愛, 怎樣呢, 是用屬神的方法去彈奏音樂, 那這個呢, 就是應用在, 在神的天國裡面的那個應用, 或者是, 譬如說, 這個人是, 他說話很好的, 那神一次給他, 可能呢, 講道, 或者是傳呼音, 那這些的, 就是應用在神的天國裡面的恩賜呢, 都是需要他建立的, 神賜給他這個, 自然的恩賜, 是需要他建立的, 譬如我自己呢, 在我, 學談談的過程呢, 我曾經, 有一個教會, 因為我主要的職責呢, 就是做學生團契, 有時候一天一個兩個團契, 因為, 在學, 而不是學校的, 又是教會的, 那我, 團契與團契之間呢, 我有很多空檔, 那我就有時候練習彈琴呢, 一天試過呢, 練六七個小時, 就是我現在根本, 沒有再去練了, 因為我沒有什麼時間了, 那時候一天練六七個小時, 那就是幫助我的手指很靈活, 那時候我真的很用心,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發揮, 譬如說, 廣道, 我怎樣廣道能夠呢, 是那些人更加容易應用到的, 聽的時候呢, 是容易跟著的, 容易明白的, 那這些都是, 我們發揮我們的恩智的, 那, 所以一方面就是, 這個人, 是不是這方面有的恩智, 是不是神呼召他的, 那都是神混合在我們裡面, 那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自己有沒有去, 就是, 努力的學習和練習, 好, 在這裏, 有沒有人有話想說, 想問, 牧師, 你說那個自然傾向, 就要想起以前小時候, 喜歡些什麼, 這個是其中一種, Find out, 那, 那, 即是說, 我想起以前小時候, 喜歡些什麼, 就可以推敲到, 我的恩智在哪裏, 是不是? 有可能, 即是其中有一部分, 是related to 那樣東西, 和它有關呢? 嗯, 那我以前最喜歡呢, 就是排完那些公仔出來, 扮學生, 那我就, 在那裏, 教他們吧, OK, 嗯, 那你覺得這個, 神給你一個什麼, 即是, 可能的, 心意啊? 嗯, 跟著大國了出來, 做事啊, 還有出去, 分享見證的時候呢, 那些人, 給我feedback, 其實就是, 你的presentation是很好, 即是你的講話很清晰這樣, 那我就, 嗯, 在那裡想, 會不會相關的, 跟我以前小時候, 喜歡這樣, 那我就問其他人, 啊, 你們以前小時候, 喜歡些什麼呢? 那, 原來他們喜歡的東西, 跟我不一樣, 即是, 我以為每個小朋友, 都會排完那些公仔出來, 扮老師教我的東西, 原來不是的, 我問了那麼多個, 其實呢, 可能只有我一個是這樣, 或者是, 只有一兩個是這樣, 不是只有, 只有一兩個是這樣, 嗯, 是, 那所以, 我真的覺得, 你是很自然, 有這樣的傾向, 還有你都是, 神都是, 就是, 感動你, 會有這個心去分享, 有一次給你這個能力, 那這個是, 神給你的禮物, 嗯, Thank you. 怎樣去發揮呢, 怎樣去學習呢? 嗯, 譬如我聽別人講到, 我會留意的, 啊, 其中譬如, 黃利文,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Ben Wong, 那他講到呢, 就很生猛的, 很多, 很多動作的, 那我又, 但我又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到人的方式, 我們不一定要跟他一樣的, 但是我是, 學到他那種自由, 那, 那我自己本身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那我自己本身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我是有學, 啊, 我的副修呢, 主修是聖經, 副修是大眾傳播, 那我, 那我, 其中呢, 是有, 我上幾堂呢, 就是, 畫劇, 還有我們會出去表演的, 那呢, 我們畫劇的時候呢, 都要學不同的表情, 那我就, 發覺, 那些都對於廣道有幫助, 就是有時候表達人的表情, 那都是我在廣道的時候有應用的, 那些都是, 就是我們在各方面, 比如你有心分享, 那你就留意一下, 那些人分享, 怎樣有些人呢, 是分享得, 是更加吸引, 還有呢, 是影響人的生命的, 那我們就在那方面發展, 就是怎樣做得更加好, 你都可以錄音, 聽一下, 聽回自己所做的, 好, 你聽到黃利文嗎? 誰是黃的, 是黃的, 三馬王, 李一個李, 文字的文, 但是呢, 在網上, 他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影片的廣道, 有, 你看一下有沒有, 那我就, 我就發覺他, 就是他, 就算你聽他的錄音, 他有錄音的, 就是在網上有錄音的, 那你聽的時候呢, 你都會聽到他很生猛, 很生猛, 他是, 就是, 我們由不同的人, 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東西了, OK, 好, 那, 那, 還有沒有人有, 有回應或者問題嗎? OK, 又跟著呢, 就是呢, 就講到呢, 這個人, 黃聖靈, 似給他智慧的言語, 那個人呢, 似給他知識的言語, 那, 然後呢, 就是有, 其他的恩賜, 就是, 信心, 醫病的恩賜, 行義能, 作先知, 便別諸靈, 說方言, 翻方言, 那這個, 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是什麼呢? 那, 那, 我們一個, 就是, 作感natural, 自然地, 自然地, 就是說, 普通人去明白呢, 智慧的言語, 就是講話有智慧啦, 那, 知識的言語, 就是有知識啦, 那這個, 這個呢, 就是按照普通的, 那個, 就是普通的解釋, 知識的意思, 那, 而按照, supernatural,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講到呢, 人是知道某些, 他應該不知道的東西, 譬如某個人, 他的罪呀, 他的問題呀, 他面對的東西呀, 那這個, 就很多時候, 在聖靈的圈子, 就會, 就講這個, 知識的言語, 就是, 他會知道一些, 那個人的東西, 而那個目的呢, 是去幫助他, 不是去, 不是去揭發他的不好, 是去幫助他, 那, 那這件事呢, 是, 是真的, 很有幫助的, 也都真的有很多人, 有這個恩賜的, 又不是多得很緊要, 不過, 也有相當多的數目的人, 是有這個恩賜, 能夠呢, 為人祈祷的時候, 他會知道那個人的需要, 那如果我們發現, 我們自己, 會有這個恩賜呢, 其中一個方法知道呢, 就是我們, 為人祈祷的時候, 感覺到一些, 不是我們本身有的, 的感覺, 身體的感覺, 或者心靈的感覺, 譬如, 我們本身不是憂鬱的, 但是好像覺得一種憂鬱的感覺, 或者我們本身沒有病痛的, 而覺得某個地方呢, 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有時候是這樣的方式, 有時候是其他方式的, 那麼呢, 曾經在寧恩派的開始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一個作詞叫什麼名字, 就講到權能, 啊, 是不是權能報道呢, 就是那本書叫做權能報道, 因為, 啊, 總之是有權能這個字, 那麼他就講到呢, 他, 在飛機上, 他就見到一個人呢, 看到他的額頭上, 就有, 姦淫這個字, 是英文的, 那然後呢, 他就, 有一個名字彈出來, 就是Linda, 那麼他就跟這個人說, 他說, Linda這個名字對你有什麼意思呢, 這樣, 那個人呢, 嚇得很害怕, 他呢, 很害怕, 為什麼你會知道呢, 那麼, 那原來呢, 他呢, 是跟Linda有外語, 那麼, 這個人呢, 就答他了, 我就是神告訴我聽的, 將看事給我知道這個名字, 那麼這個人呢, 哇, 聽到之後, 覺得很震撼, 哇, 神可以知道我所發生的事, 就是神這麼真哦, 那結果呢, 他是帶了這個人信耶穌, 然後跟著他的太太, 原來在同一班飛機那裡, 跟著呢, 他又帶了他太太信耶穌, 和他向他太太悔改, 向悔改, 和他呢, 又有外語, 而這個人呢, 是知道他的外語那個女人, 那麼,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觀念, 就是權能報導, 就是神的能力的報導, 那麼, 他這個呢, 就是用了這個, 知識言語的恩賜, 那麼, 而其他我們可以用的, 就是我很多時候用, 我有一個叫做, 經歷聖靈報導法, 就是幫人經歷聖靈, 無論他是, 有沒有問題, 譬如他又不開心啊, 又重膽啊, 那我就說, 你想讓我和你祈禱啊, 首先聆聽先的, 然後回應他的, 關心他的, 然後呢, 就講一下, 我自己都試過有, 經歷到神的幫助, 在這方面, 或者某人有這個經歷, 你想不想, 我為你祈禱, 讓你經歷一下神, 做你的幫助, 拿走你的重膽啊, 這樣, 然後, 他願意的時候呢, 祈禱我就會問他,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任何的, 經歷或者感受呢, 他說有的時候呢, 我就說, 這個呢, 就是神, 臨在你身上的聲音說的, 神會賜平安, 興省, 感動愛, 那就證明了, 神很真實在你身上的工作, 那你想不想, 以後給耶穌祝福呢, 他願意呢, 那時候呢, 我就帶他, 講給他聽, 關於耶穌的救恩, 帶他信給他, 這個都是, 權能報道啊, 就是用, 神的能力, 去, 帶領人信耶穌, 或者在生命的改變, 提升生命的改變, 那這個就是用, 那個人就是用知識言語, 我講這個呢, 就是幫人經歷聖命, 這一種的權能報道, 那然後呢, 下一個呢, 就是信心了, 那其實信耶穌的人, 我都有信心了, 那這個信心的意思呢, 應該不是只是指到會信耶穌, 應該是指到, 好似在 《希伯拉書》第十一章那裡講到, 那個信心就是, 就是有大能的信心, 就是深信神能夠做偉大的事, 而有信心, 當我們有信心的時候呢, 神可以使用我們呢, 神職其事啊, 做一些奇妙的事, 深信呢, 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們呢, 放膽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 真是有信心呢, 信心不只是在神職, 有時候呢, 是開始一些事工啊, 開始一些事縫啊, 或者有些, 某些方向啊, 神賜給他的, 那這個都是信心啊, 就是神賜給他信心的行動啊, OK, 然後下一樣呢, 就是, 牧師啊, 請問你剛才說, 《希伯拉書》哪一章這樣講啊? 十一章? 十一章, OK, 那剛才我聽到了, 你說可能一輩子的可能是事工啊, 事縫啊, 那你之前所說的是什麼啊? 就是, 有信心去做一些, 就是可能, 看他來講, 可能, 就是好像, 不應該是他做到, 或者, 就是好像, 譬如這個人沒有什麼知識的, 他怎麼可以做到這些這樣的事呢? 那有時候呢, 就會覺得好像, 他不行的, 但是他有信心, 去做這件事出來, 那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被聖靈更新之後呢, 就很有信心去傳福音啊, 去幫助教會的人啊, 譬如我自己, 我一初信主呢, 我就在想啊, 因為那時候我呢, 就是知道有神, 所以我信耶穌的, 我是, 我是需要肯定知道神是真實, 不是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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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就, 我就想啊, 那教堂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 清楚知道神是真實的呢? 就是他們信耶穌是, 是怎麼信法呢? 那我就問周圍那些, 那時候我問他, 我就發覺都好幾, 真的很多個人都是, 都是不能夠說得出, 我很肯定神是真實的, 甚至那時候我問, 主一學, 因為那時候我又上, 那些青少年的主一學, 那時候我是, 讀 form 7 的時候的, 那呢, 我問那個教我們那個老師, 他說我, 我都是這樣信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肯定, 實是, 就是有什麼證據, 我不知道的, 我就是信的, 就是這樣, 那我也有點驚訝, 還有呢, 我去到神學院, 我就, 曾經在一個神學院, 上過一堂, 我就問那個教授, 我說, 其實, 是不是可以, 用證據告訴別人, 神是真實的呢? 那那個教授好奇, 真是好奇的, 他回答我, 這些是神秘的東西來的, 未必是有證據的, 但是我後來, 在以賽的書44章, 和46章, 就發現神就說到他, 就是從創世以來, 我能夠知道將來的事, 和末後發生的事, 我能夠講明將來發生的事, 這個就是預言了, 我的旨意, 必定會成就, 就是講到他, 單止預言, 他會成就這些預言, 那我就看到, 是神告訴別人, 我有這個能力, 沒有其他神, 好像他那樣, 有這個能力, 這個就是證明了, 就是我, 我就有一次, 正經看到的時候, 我就說, 原來神就給了這個證明, 那這個就是我, 就是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 當時我問, 很多人呢, 他們都沒有講到證明的, 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說, 他們是需要證明有神, 他才會相信, 就是比較理性的人, 會這樣, 而神就讓我在這方面去尋找, 然後找到這個正經的答案, 這個就是信心的行動, OK, 接著呢, 就是醫病的恩賜, 在《馬虎福音十六章》裡, 就講到, 信的人, 哪有神的除弱他們, 包括, 手腕病是病的, 做一些好料, 所以其實,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為人祈禱, 叫人病得醫治的, 但是有些人是特別強, 醫治的恩賜,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就是, Kathryn Pullman, 已經死了的了, 好像是1975年, 1976年, 好像是1976年, 有一個人叫Robert Liarden, 在網上可以找到的, Robert Liarden, 她說到她在Kathryn Pullman 的聚會, 當她那時候是小孩子, 她看到了一個聚會, 裡面有些修女, 在Kathryn Pullman 的聚會, 有時候有些修女會來, 她們因為得到醫治, 有一個修女坐在輪子, 一隻手是軟曲的, 兩隻手是軟曲的, 就是軟曲了, 縮起來, 是這樣的, 她在聚會的時候, Kathryn Pullman 首先講了信息, 她就開始祈禱了, 在祈禱的時候, 她就講到神, 要帶來醫治, 她就看到這個修女, 她的手一直這樣彈出來, 在彈出來的時候, 聽到那些骨頭, Kathryn Pullman 的聲音, 好像有些聲音, 那些骨頭好像在動的聲音, 跟著她一隻手一直伸直出去, 跟著她就開始想站起來, 那其他修女就扶她起來, 她真的站起來在那裡走, 就是她親眼看到這個人, 手是軟曲和坐輪椅的, 但是呢, 居然可以站起來走, 跟著就Kathryn Pullman 叫她出去, 就是在整個場地走很多,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親眼看到的神跡, 並且我在網上看到很多的, 有些人講到她全身的關節很嚴重的痛, 她的病叫Multiple Sclerosis, 那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是坐不直, 骨頭彎, 但是呢, 是在聚會立刻好起來的, 那也是有人講到她, 一個媽媽和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都是成人的了, 都是有很嚴重的病, 然後呢,Kathryn Pullman 在聚會的時候指向那裡, 就講出她們的那個身體的毛病, 她們站在那裡的時候, 立刻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然後呢, 是被醫治的, 那這個是她在, 就是大家如果找, 等一下我可以傳給大家, Kathryn Pullman 的名字, 你會聽到, 就是找到她很多應變的, 那其實呢, 不只是她的, 不過這個比較突出的一個人, 她有這個醫病的因子, 那時候, 我也去過她一次聚會, 那時候, 剛剛在美國, 就, 但是當時我是沒有機會被她按手了, 就是, 太多人, 還有, 她一陣子就已經回來了, 就是走了, 所以我當時沒有這個機會, 我是坐得很遠很遠, 因為, 是很多人整個球場都坐滿了, 是很多年之後, 我在香港見到, 安卡羅維人按手, 我就馬上出去了, 因為, 我以前在Kathryn Pullman 最沒有見過, 我見到那些人, 馬上跌倒, 我很好奇, 我說, 這是什麼經歷來的呢? 那我人就很害怕了, 那就原來, 在安卡羅維人按手的時候, 是很明顯, 很強烈的能力, 是很大的愛, 湧入我們, 不過是更新了生命, 好了, 接著呢, 憑異能, 異能就沒有講明了什麼異能, 那其實是不同的異能, 而我相信呢, 在活後的日子, 大災難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有, 異能, 甚至可以把石頭變頂, 或者, 食物可以分開來, 很多人吃, 或者不用吃, 這些異能, 或者呢, 遺山, 即是有敵人吃的時候, 神呢, 視給我們信心, 可以把山擋住敵人, 這些, 是我想像的, 我不知道神到時候會感動我們做什麼異能, 我相信神會感動那個人的, 因為我們多親近神, 所以未到大災難, 我們一定要更多親近神, 讓我們習慣去聆聽神, 習慣聖靈的, 超自然的運作, 我們發現這裡, 很多樣都是比較超自然的, 的恩賜來的, 其實叫人悔改信主都是超自然的, 不過呢, 通常來講, 全黨教會都會接受那些的, 那這些呢, 醫病啊, 行二能, 這些呢, 他們就認為是比較超自然的, 那我們就, 發覺這裡呢, 列出的都是一些超自然的恩賜, 還有, 作先知, 真是神會可以, 致給他, 不同的預言, 能夠說出來的時候呢, 是真是, 是應驗的, 那這個就是作先知的恩賜, 或者有時候是指出, 有時候有些人, 先知有兩個作用, 例如, 救了一個先知, 是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或者以色列人應該做什麼呢, 那今天的先知也都可以, 帶領教會, 怎樣復興, 教會需要有些什麼, 悔改, 有些什麼罪需要離開的, 那然後呢, 便別諸靈了, 那我是認識有不同的人呢, 就, 他會看到一個陰影, 看到一個陰影在一個人的身邊, 知道他有邪靈, 就, 還有呢, 有些人是看到那個邪靈的狀況, 或者看到他的內心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是, 是我認識的, 有些人呢, 他曾經告訴我, 他看到這些情況的, 那有些人, 有一人能夠說謊言, 和翻方言, 方言呢, 我們就會, 遲些在哥林多前書14章那裡, 會詳細說的,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在五巡之聖靈降臨的時候, 他們說的是說別國的話, 那有些人就說, 今天那些都是, 應該是別國的話, 但是這些人說謊言, 不是哦, 那但是哥林多前書14章那裡, 所說呢, 是說到呢, 神的奧秘, 各人的奧秘是需要翻譯的, 是沒有人聽得明白的, 所以這句話呢, 就讓我們知道呢, 就不是說到, 《士道人傳》第二章所說的那種方言, 那種是別國的話, 那麽多前書14章所說的, 是說到神的奧秘, 但是這個人呢, 他都說到是, 對他是, 他的知識是沒有益處的, 就是他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的, 他只是在那裡說出一些神的奧秘, 但是他自己都不明白, 但是神是會透過這件事去祝福他, 那麼我也都聽過有人說, 就是說你多講方言, 就可以領受到神更多的信息, 那有些人是特別強這方面的, 那我都講方言, 但是我又未曾去到, 就是說很多時候領受神的信息,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會做到這件事, 得到這個恩賜, 那又有一天能夠翻譯, 那我自己, 那這個恩賜比較少, 少人說他有這個恩賜,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那我曾經去過, 一個群體呢, 有一個人呢, 他就說他有翻方言的恩賜, 那然後呢, 當我講方言的時候, 他就說呢, 你的方言呢, 你就不斷在那裡說, 我愛耶穌, 我愛耶穌, 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那而他那個, 那裡的領導呢, 當他一路講方言, 他就一路跟他翻譯, 直接好像那個信息那樣的, 那這個就是, 他這個翻方言的恩賜, 那由第十一節, 這些一切都是這位聖力運行, 又用這個運行的字, 在那裡運作, 在那裡做事, 隨己以分給各人的, 那我問一下大家, 通常來說, 哇, 這個人, 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 那有些人就覺得, 哇, 那就是, 哇, 你很自義, 自以為是, 那樣, 但是這裡講到, 聖靈是, 就是照他的己意, 隨己意, 大家對於這個隨己意, 有沒有一些, 或者怎樣解釋, 怎樣解釋隨己意是什麼意思呢? 隨己意, 是不是聖靈那個意思, 給不同的人啊? 是啊, 沒錯了, 隨己意, 就是聖靈的意思, 不是我們的意思, 是啊, 沒錯, 我知道是聖靈的意思, 不過我就是說, 有些人很容易會說, 哇, 你隨己意做事, 那就是說, 他呢, 就孤執啊, 自大啊, 那這裡講到聖靈, 隨己意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解釋, 這件事是, 對我們有益處呢? 就是怎樣是正面的呢? 因為以上那些這樣的恩賜, 全部呢, 都是正面的嘛, 是幫助人的多數, 啊, 牧師啊, 我, 你先解釋一下, 我也有個問題問你, 讓你先解釋一下吧, 那, 我們知道呢, 就是之前都有, 《啟程經》呢, 說到呢, 就是, 做神所喜悅的事, 再發他去成就的事, 做成就神所喜悅的事, 那我們都是說到, 就是神喜悅親的, 都是好東西, 就是神會喜悅去, 租質人,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以為的, 他以為神呢, 就租質他啊, 做一些苦難給他享受, 這個其實是一個抗亡的觀念, 這個苦難其實是, 因為人類犯罪, 人互相的傷害, 還有這個世界變差, 帶來世界上不同的災難, 也都是魔鬼可以去傷害人, 那就不是神去做這些災難, 但是神可以使用這些災難來做, 鍛鍊我們, 提升我們, 幫助我們去依靠神, 所以萬事都互相效力, 所以, 神可以使用這些災難, 是人家給我們的, 是這個世界給我們的, 有成就祂偉大的事, 所以當我們看到, 神隨己意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說, 啊,神你就很自大啊, 不只是你有你的意思啊, 那我們應該用一個心態, 就是神的心意是必然是美好的, 他必然是對我們最好的, 所以在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那裡講到, 就是測驗為神的善良順傳, 可喜悅的旨意, 是神和人都喜歡的旨意, 是神, 成就我們身上的樣子, 每一個基督徒, 當他走到神的路, 他都說, 哇,真是好, 我真是喜歡神, 這個為我而避的, 所以這個, 隨己意都是一些, 在我們身上發生好的事, 不過有些人就很不滿意, 就是, 噢, 很多問題, 人家的問題這麼少, 但其實他沒有想到, 人家的問題, 不過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怎麼從神得力, 有些人信耶穌呢, 他就從神得力, 但有些人信耶穌呢, 他是很少學習從神得力的, 他很少去, 去處理生命的, 所以他變了, 他經常都看著問題, 就變了很多煩惱, 因為他的問題, 他就賴在神的身上, 那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聽神說, 神一定將, 他的心意一定是祝福我們, OK, 好, 弟兄你什麼問題想問? 我為什麼特意用弟兄, 姐妹, 說他的名字呢, 其實我知道誰的, 不過呢, 因為我們放在網上, 所以我就不說他的名字, OK, 好, 請你講你想問的問題, 好, 牧師, 我也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你剛才解釋了那個, 那個, 我不知道什麼叫智慧的語言, 你解釋了很清楚, 智識的語言很清楚, 那麼智慧的語言是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人呢, 不僅有謊言, 他會不會自己又能夠翻謊言呢? 因為他兩種恩賜都給他, 那麼這個人不是很厲害, 很知道天使, 或者天國的好比, 這些是我想的, 好,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什麼叫智識的語言? 智慧的語言, 講錯了, 智慧的語言, 智慧的語言就是, 普通來講就是, 他有智慧的語言, 講說話, 那麼, 我就會覺得, 就是說他能夠用神的智慧, 講出, 比如這個人怎麼處理生命, 或者, 講出一些說話, 教導人, 幫助人怎麼跟著神, 是有神的智慧的, 那我, 我覺得就是, 就是, 解釋都是說, 是從神來的智慧去解釋,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一個人能夠講謊言, 能夠翻謊言, 那就很好, 那時候, 就是, 我在我的, Youtube, 葉牧斯路, 你看到有一個, 我放清單, 就是王傳道, 三百雄呢, 他就有這個恩賜, 並且他呢, 就是, 講謊言, 他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並且他是, 即時能夠, 感受到在場的人, 生命裡面的問題, 就是他, 我看著他為那些人祈禱, 他一走下去, 他馬上講出, 有一個人幾年前的意象, 他說這個意象是出於神的, 神要用來, 那個人就, 哇, 很感動, 他原來呢, 他幾年前呢, 他收到的意象就是, 神說, 你要將你的地區福音化, 嗯, 他就覺得很難, 很難, 他就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從神以後, 而王傳道馬上講, 你幾年前, 你收這個信息, 這個, 這個聲音從神, 是神給你的, 他也都呢, 有些人呢, 是領敬拜的, 他一走就馬上說, 神要使用你的敬拜, 是我親自看到的, 那我也都有, 摄錄到那個, 那些人的, 那這個就是, 那個靈的通, 因為他真的用很長時間, 他, 他有很長時間, 每天三個小時, 四點鐘起床, 我曾經去探過他, 他四點鐘起床, 我又跟他一起去等候神, 他就會, 等候神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經歷, 那他, 初頭一年都沒有, 他其實, 起初等候神呢, 神就釋放他的憂傷, 他其實, 他是曾經是, 感情封閉的人, 因為他曾經有很多憂傷, 但是神醫治他, 然後呢, 他跟著呢, 過了一年之後, 等候神呢, 神就有一天, 耶穌向他展現, 就說, 我現在帶你去天堂, 就開始帶他去天堂, 就以後每次祈真土, 耶穌都帶他去, 去某些經歷, 或者去天堂, 那現在他說, 祈真土都去到天堂的, 這個就是他, 他的狀況, 那這個, 那這個, 一方面是, 那個人的質素, 神做他的質素, 神賜給他特別的恩賜, 第二方面呢, 就是他, 真是很肯用時間祈禱, 那他, 還有一段時間呢, 神叫他, 不止三個小時, 要四個小時, 等候神, 那時候他說, 真是很困難, 四個小時, 他跪在那裡的, 他有個箭就跪在地上, 騎到, 四個小時, 他說, 真是很長時間, 很難搖啊, 他說, 但是他都照樣這樣做, 那還有呢, 我們, 就是我曾經邀請他帶聚會, 他說, 很多時候, 神呢, 就半夜就叫他起床, 半夜起床, 跟著他祈禱領受到, 明天聚會的神叫他的方向, 跟著他進去睡覺, 就是神會在半夜的時候呢, 可能最安靜的時候呢, 就叫他起床, 起床, 現在等候著, 然後他, 指示他, 明天要做些什麼, 那這個, 就是他真的付出了很多代價, 那我再到最後那裡先,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啊? 是啊, 牧師, 就是, 智慧的語言, 還有, 智識的語言呢, 我以前這樣想法的, 不知道對不對? 智慧的語言呢, 通常兩個當然是神的啟示, 智慧和智識都是神的啟示, 但是呢, 智慧呢, 會不會是比較高層次一點, 讓他知道靈界, 就是熟靈的東西, 而智慧呢, 就只是世間地上, 環境的東西呢, 好像你剛才提到那個, 那個牧師, 知道人家犯姦淫, 那些都是地上的事, 那如果智慧那些, 哇, 就是好像保羅那樣, 上到三重天了, 就是聽到天使講話, 哇, 那些就是智慧的語言, 他講出來,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自己這些想法, 對不對? 那聖經是用智慧的言語, 不是語言, 語言是低語言, 是智慧的說話, 那如果你說知道天上的事呢, 其實都是屬於知識的言語, 知道一些東西, 智慧呢, 就是說, 智慧是能夠應用我們所有的知識, 應用, 應用出來就是智慧, 智慧是能夠apply我們的knowledge, 我們所懂得的東西, 應用出來就是智慧。 那它有智識的語言, 自然它會應用了, 那它就有智慧的語言呢? 都是可以兩樣在一起, 你記得留意一下, 一言語跟語言, 語言就是language, 它不是, 它是words of knowledge, word piece, 是說話, 不是語言, 它不是一個語言, OK, 那其實我們, 這些呢, 我們真的需要說, 這是知識的言語, 這是智慧的言語, 雖然我們可以用, 我所講的方法, 這個是應用知識的, 就是智慧, 就是怎樣應用在一個人身上, 應用在教會身上, 應用在這個時代, 那這個就是智慧, 知識就是知道某些東西, 它本來應該不知道的, 那但是其實, 就算抽錯了, 都不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不過就是當然最好不能分別, 就是, 所以我覺得, 就是很微細去define這件事, 牧師, 我以前呢, 就覺得呢, 譬如耶穌, 知道薩瑪利亞婦人, 有五個老公之前, 那這些呢, 就是知識的言語, 但是呢, 當耶穌呢, 它有智慧的語言, 耶穌呢, 它講天國的奧秘, 那些呢, 就是智慧的言語, 我以前是這樣想的, 他講到天國的事, 都是他知道的, 不是, 知道, 那這個就是知識咯, 那耶穌的智慧的言語, 是什麼呢? 那些人問他, 應不應該立稅給該薩, 耶穌就很有智慧的這樣, 給他拿個銀出來, 銀上有這個象, 他就說該薩的文, 該歸給該薩, 這個是一個很智慧的象, 就是, 這些就是, 應容, 就是能夠, 耶穌也有講的, 祂說, 我指教你, 講的說話呢, 是你的敵人, 敵不住, 搏不到的, 就是, 那些說話是有, 帶有神智慧的言語, 就是我們, 智慧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智慧。 好, 那我們去十二節那裡了, 就如新子是一個, 有許多的肢體, 而且肢體虛多, 形似一個身子, 基督也有自己一樣, 那, 因為上文剛剛講開, 隨幾二分級各人, 就是, 每個人神秘不同的恩賜, 那, 就好像身體一個, 有很多不同的肢體, 那, 所以, 身體每一個部分, 都有一個指定的作用, 手的作用, 口不可以取代的, 口的作用, 手不可以取代的, 老的作用, 手不可以取代的, 就是, 我們能夠取代別人的, 他們所能夠做到的事, 那, 神就在天國裡面, 就會配合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 那, 我自己發覺, 在, 我帶領的群體, 我就會發覺, 往往都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恩賜的, 就是, 有些人呢, 就會感受到別人的需要, 有些人呢, 他呢, 他, 他, 就是, 比如, 領受神的, 意念啊, 知識言語啊, 領受一些方向啊, 他就特別強啊, 那, 神就是會將不同的人, 放在, 一個, 跟從神的群體裡面呢, 是會發現有這些的, 不同的恩賜, 來配合, 神的, 目的的, OK, 好, 我們今天, 講完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我有個問題啊, 牧師, 可不可以講一下, 先知和知識的言語有什麼分別? 就是, 因為兩個人呢, 就是, 兩個恩賜呢, 都是知道別人的需要或者罪, 然後, 為了幫助他, 而教他怎樣, 就是, 看著那個人怎樣悔改, 那, 那, 先知, 是不是多, 比, 比, 比知識的言語不同的地方, 先知是會講寓言呢? 應該呢, 就是這樣, 先知會講兩種說話, 三種說話應該, 一種說話呢, 就是知識的言語, 他會講出這個人的狀況, 第二, 他會給人, 或者, 一個世代, 指示, 就好像, 柔弱的先知, 不是會有指示, 你們應該配改, 你應該怎樣遵從神, 或者叫他們回耶路撒冷, 這個就是指示, 然後呢, 先知呢, 就是先知性的說話呢, 就是說呢, 將來會發生的事, 譬如說, 耶利米, 又講到七十年之後, 你們還要回來, 耶路撒冷的了, 這個就是一個預言, 就是三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知識的言語, 第二方面呢, 就是指示當時的人, 他們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第三呢, 就是預言, 將來會發生的事, 那, 譬如, 在哲人傳, 保羅去到不同地方, 都有人跟他說, 原來你將來會被人抓走, 你會被捆綁, 那這個就是預言, OK, 還有沒有人講的? 那預言, 即將會發生的事, 是不是通常都針對這個世代的? 就不是個人的? 有可以個人的, 譬如, 有人跟我說, 你將來會不會接受, 那時候, 也沒有, 就是沒有這樣做法, 可以是國家, 可以是將來會發生的事。 牧師, 我想問一下, 不過你那邊有些聲音, 遠一點點, 聽到, 大多數都聽到的, 有時聽到不是很清楚。 是否有些風聲呢? 我不知道, 現在比較少的問題, 你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想問? 我想問呢, 有一個分辨諸聯的因詞。 是啊,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但是我都沒有, 但是我都沒有, 今天啊, 講起呢, 我想到, 我有時看人, 好像很準的, 好像有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人呢, 我不熟, 就是, 好像裡面知道, 譬如說, 我以前, 我是做一份工作, 保安, 我是點委嘛, 因為不同的同事, 他的作為呢, 我不熟悉, 但是呢, 就是, 比如說, 見面, 碰到, 我知道那個人呢, 是怎樣的, 比如說, 他是很隨和的, 很好的, 就是那個意念, 我講不出來, 但是呢, 我一直慢慢呢, 因為是, 之前我是新人嘛, 我和他相處呢, 他果然呢, 是, 在我那裡邊呢, 就是那個意念, 完全呢, 就是, 我認認到, 他是怎樣, 很隨和, 很好的人, 就好像我的, 有很多東西, 學習的地方, 有時呢, 譬如說, 我遇到那些人, 譬如說, 有些, 教會的, 有些肢體呢, 我感覺到, 有些是未來, 譬如說, 裡面有什麼鬼啊, 我是選過的, 但是我不敢說, 你說什麼鬼啊, 你說什麼鬼啊, 是啊, 是啊, 有些人好像, 他的身體有東西, 我是選過的, 他的身體有些東西, 但是我慢慢看, 他真的有些不正常, 就是會表達, 就是表達, 他只是, 他是裝顯出來, 但是他在裡面, 就是你, 你表達看不出來的嘛, 你裡面是, 知道好像, 有東西那樣, 就是我, 說不出來, 好像我的身呢, 很清楚, 譬如說, 有些, 有些, 肢體啊, 譬如說, 被森林充滿呢, 不然間, 我不認得那個人, 但是我知道他, 裡面呢, 就是從那個喜樂散發出來, 真的充滿了, 一下子呢, 都接收到, 有些好像, 有些, 譬如說, 我去公園, 但是我都是有心想傳福音的, 有些少少, 好像接觸那個人呢, 我知道他的問題, 好像又知道怎樣回答, 但是他當然, 因為問題呢, 他不信主是一回事, 我知道好像有, 好像智慧這樣回答他的那個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這個呢, 是很超自然, 我裡面是, 疑念啊, 疑思啊, 怎樣說啊, 我都完全明白, 有時候我不說呢, 真的會發生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 分辨諸年的因此。 你所說的, 有些是, 我們感應到這個人, 是什麼人呢, 你說, 很友和, 這種能力, 每個人都有些的, 每個人都有些, 跟人相處, 就會覺得這個人, 是什麼人呢, 這種感覺, 那, 但是, 這個因此, 都可以是, 更加強, 就是知識言語, 就是, 我知道這個人, 是誰的性格,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然後呢, 你就說, 感應到這個人, 有邪靈, 我們不要用鬼字, 雖然聖經那時候, 他們用過鬼字, 因為呢, 那時候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用這個字眼呢, 總是說, 趕鬼, 就不是說, 趕邪靈, 我們今天, 就不會用趕鬼的, 為什麼呢, 趕鬼呢, 就好像, 那些人去以為, 死了那些人, 那些鬼, 是啊, 我們是告訴人家, 不是趕鬼, 是趕邪靈, 那你可能有這個因此的, 就是這個, 面別諸靈的因此, 就是分別到它裡面, 有邪靈, 還有哪種邪靈, 兩個程度, 一個就是, 知道它有邪靈, 第二個是, 知道它是什麼的邪靈, 就是哪一類的邪靈, 那這樣東西呢, 你是可以去, 操練的, 其實所有因此都可以操練, 那怎樣操練呢, 你的因此就是, 你, 很簡單, 在乘巴士的時候, 那些人很近, 或者你在教堂, 那些人很近, 或者你跟他祈禱, 很近, 那你就去留意, 你靈裡面, 神有沒有給你感受到這個人的靈, 那你發覺呢, 你會感受到這個, 旁邊的人呢, 是拜什麼偶像的, 他是做些什麼的, 他有些什麼問題的, 或者基督徒, 有這樣的情況, 你感受到他裡面有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問一下他的, 就是你問的方法呢, 你就不用高姿態, 我們什麼時候呢, 譬如有些人, 有先知的恩賜, 或者知識贏的恩賜, 不要用高姿態的方法去問, 而是說呢, 我有這個感受, 不知道對不對呢, 這樣說法, 不知道對不對呢, 我的感受, 好像你現在呢, 面對著一些家庭的問題, 不知道對不對呢, 就這樣, 那如果是邪靈那些呢, 你就不要說, 我感受你可能有邪靈, 就很害怕,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其他方法, 你覺得你, 這個關係有沒有一些事情, 就是覺得怎麼樣, 讓他先說, 有沒有覺得有些事情難了, 譬如說, 有啊, 有些事情搞要我, 這個時候, 你才會逐步進入, 就是盡量不要, 就隨便說, 你身上有什麼邪靈的, 如果你有這個感受的時候, 我在想你就問我, 你告訴我, 我感受這個事情, 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我就會, 你說怎麼處理, 就是我們不要用高姿態, 是用一個, 就是問一下他的方式, OK, 那也都另一個方式, 你可以做的, 另一個方式, 你可以做的, 那些人家裡有很多偶像的, 你試試走過, 你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留意到裡面有邪靈, 如果再, 你自己的靈是強的, 你可以甚至走過一些廟, 你感受一下, 你能不能感受到裡面有邪靈, 那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你測試到, 你自己是否有便捷株靈的因子, 就是如果有人有便捷株靈, 我會有, 我有, 有的, 就是我在廟, 譬如說, 經過油麻地那個廟, 我就會想到一些以前的經歷, 可能我以前都有拜過, 但是有些人身上有, 我選過都有, 你想的經歷, 你想你的經歷不同的, 不同的, 你想的經歷就是你回憶的, 我意思是你會感受到裡面的邪靈的存在, 有時候有, 這個都有的, 這個都有, 那你呢, 這個多操練, 那我就多別同情, 如果怎樣去操練, 那你, 可以記錄下, 你跟哪一個人, 你會感受到他身上有邪靈, 或者什麼邪靈, 這個呢, 你可以操練, 更加敏銳的, 還有你的心靈安靜, 心靈呢, 是不受人影響, 不受程序影響呢, 和神有物質關係呢, 你就會領受更多, 如果你有這個因子, 是非常好貴的, 譬如有機會需要跟趕邪靈的時候呢, 是很有幫助, 還有有時候我們同時看到, 那你可以領受到, 這個人呢, 有些什麼問題, 有什麼邪靈呢, 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你就不要看他人家說, 你就可能, 叫我走開, 然後看我耳朵說給我聽, 看看怎麼處理, 這個因子是很好的, 如果真的有這個因子, 你就去分辨, 是不是有些因子, 記錄下, OK, 其實以上所說的因子, 全部都可以操練, 去運作的, 那第一, 就是一定要多親近身, 時事和神有密切關係, 那個靈開通, 什麼時候都好像, 以樂與神同行三百年那樣, 一路走路, 一路做事都想著, 耶穌多謝天故, 就是給天故, 一路時事的這個狀態, 以及處理生命裏面, 任何的殘餘的情緒, 他負面思想, 怨恨, 全部都處理, 那個靈, 那個靈就會平穩安靜, 這樣的時候, 我們更加容易領受到神的述色, 那以後我們為人祈福, 都可以問他了, 祈福之後, 你覺得怎樣? 譬如有人有病, 你覺得怎樣? 那有時候我會問他, 你覺得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怎麼樣? 那如果有個人說得出, 真的覺得舒服了, 那我們知道有這個因子, 但一定記得是歸魂, 不給神父, 覺得自己很厲害, 一定是說, 神給我們恩賜, 多謝這些報告, 那越操練, 慢慢你就會更加強, 那尤其這些恩賜, 在宣教的地方, 是更加容易運作到, 就是因為他們的需要大, 和他們單純一些, 那你就會有更多這些運作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機會, 發掘自己的恩賜, 和發揮自己的恩賜, OK? 還有沒有人有事想問? 其實我也有類似, A, 姐妹, 那個, 就是, 那個, 我也懷疑自己有沒有這個分辨尊靈的恩賜, 不過, 當時, 我想, 有又怎樣, 沒有又怎樣, 然後擱置了, 那為什麼我會發現呢? 因為我和某些人聊天的時候, 那我就會覺得他有, 但是我呢, 就不會說出來, 但是後來呢, 就會, 他又會告訴我他有, 就這樣, 那我想是, 譬如, 我接觸的人不是太多, 所以, 那就是, 五個人裡面呢, 我跟他說話, 那有三個人呢, 我都感覺到他有的, 那有三個人會回答我, 他有, 但是, 我是沒有說出來的, 那, 而另外, 那兩個人呢, 我就不知道他有沒有, 因為他沒有說到, 那, 那, 但是我又沒有繼續去跟進, 因為呢, 餘下那兩個人呢, 我都很害怕跟他接觸, 因為, 他已經是不聽人說話, 很難溝通了, 那我就想, 哦, 我有個辯別諸倫, 那又怎樣呢? 難道去驅趕邪領? 嗯, 就是, 那, 所以我就放在那邊了, 這裡我回應你, 第一, 趕邪領, 是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來的, 所以呢,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呢, 就可以下一步了, 譬如你那三個願意聽你說的, 或者他自己說出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首先是, 引導了, 啊, 你覺得, 你覺得有驅靈, 那你覺得他怎樣影響你? 啊, 你想不想脫離? 你想不想好回來? 你覺得怎樣可以好回來? 你有沒有實際做任何事情? 啊, 你做了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你還有沒有覺得, 需要更多幫助? 你想不想我給一些提示給你? 就是, 這個都是我講過輔導的方法, 引導人, 就不是好像, 啊, 現在我和你趕邪領, 那, 然後, 他當他想, 那我們就可以做了趕邪領, 而趕邪領呢, 我就, 啊, 我的, 信念呢, 就是這樣的, 不只是奉耶穌明, 趕邪領, 這個第一, 就是有些人以為, 只是奉耶穌明, 趕邪領, 第二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 以為呢, 要大聲, 在網上都有些的, 哇, 就是大聲到, 不得了, 我都, 為他擔心啊, 因為我其實, 我見過一個人, 就是, 當場, 是真的大聲到, 非常之震撼的聲音, 我很擔心, 以後再這樣做, 做多, 若干一次呢, 他的聲音一定會, 沙啞山, 那, 因爲耶穌已經賜給我們, 潛領, 可以踐踏蝶子, 那, 而, 最重要就是, 神的同在, 趕走邪, 所以我第一樣的方法呢, 親近神, 配改來罪, 因爲邪, 通常人呢, 因爲他有罪, 或者是有拜頭像, 因爲恢改認罪, 真心憎恨罪, 真心想離開罪, 真心想發生同時, 還有呢, 感激神, 所以我通常都會有教導的, 除非那個人是邪靈張演得很厲害, 那時候就開始, 就要趕了,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 他先輔導的, 然後呢, 他, 就是帶領他, 他愛母神, 親近神, 要神的同在, 加強他真相, 可能那些邪靈已經會張演, 那也都幫助他放下一些程序, 放下所有的犯法, 就是在祈禱的時候, 就看他經歷到多少, 或者可以問他, 那有時候, 那些人有邪靈張演呢, 他就會講出, 他有, 舒服哪裏頂著, 所以有時候我會問他, 有沒有覺得情況輕鬆舒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又問他, 有沒有覺得哪裏頂著, 舒服壓著, 那, 我自己發覺呢, 有舒服不舒服壓著, 不是一定的邪靈, 有時候是程序都可以的, 有時候那個人, 他受到他壓抑都可以, 有這種狀況, 我們就去分辨, 那分辨的方法就是, 在祈禱的時候, 他的彰顯是怎樣, 是邪靈, 邪靈就是說, 有另一個個體在他裡面, 是會做一些他正常做的事情, 如果是情緒呢, 就純粹是情緒的教法, 或者情緒的釋放, 就是如果他完全不是邪靈那些彰顯的, 只是情緒的彰顯的, 那可能是他的情緒, 或者是他的罪的壓抑, 我們也可以跟他講邪靈, 我意思就是, 不要不斷都是講邪靈, 為什麼不斷講邪靈呢? 第一,他很麻木了, 有些人是這樣叫, 整個小時都是這樣, 都明白什麼邪靈走, 什麼邪靈走, 那我就覺得, 是一定要這樣叫的, 他親近神, 愛慕神, 享受神, 甚至在笑一下, 想到神的恩典笑一下, 都可以, 都可以講邪靈的, 那有, 有些人就會, 因為耶穌曾經有一次問那個鬼, 叫什麼名字, 叫群, 不過, 耶穌不是每次都問的, 是不是一定要問呢? 有些人就覺得一定要問, 就先是趕邪靈, 我覺得不是一定要問的, 就是不是好像, 那個邪靈走的名字, 我要講正他的名字, 他才會走的, 不是一定的, 但是, 親近神, 他就會走的, 我奉耶穌明趕邪靈, 那些邪靈都會走的, 所以呢, 我又不覺得一定要知道的名字, 因為你知道的名字, 也都是很難, 但是你, 其實你問過, 又沒有什麼結果, 你就一定要問, 這個是, 那些邪靈的一些情報, 最重要就是他跟平坤, 而且有時候呢, 那些罪不敢處理, 那些邪靈就馬上走掉, 是需要他處理生命, 就是問問他有什麼罪啊, 盤面思想啊, 那些東西是嚴重他的, 那他願意處理生命, 那些邪靈才能夠趕清的, 有些人不肯嚷恕人, 那他趕極都是這樣, 就是當時好些, 然後又回到城口, 好,還有問, 有事情想問, 有什麼事? 我有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一段時間, 發生過一次, 到現在我也覺得很不理解, 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想在這裡分享一下很短的時間, 那有一天, 我在廚房做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東西掉了 我就忘記了 總之就整掉了 我就突然間那個口說出一句話 我不懂那句是什麼 我沒有說過 我也沒有啟過這個字 shutter 我忘記了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東西 我心裡想 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有這個習慣 我就去搜Google 我就是去搜Google 怎麼知道我看到Google的意思我嚇到一下 那個意思就是英文叫做piss off 或者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嚇到當時我和朋友分享 我是嚇到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懂這個字 沒有come across 為什麼我會說出這些東西 我會驚訝一次就是這麼多 我一向有講謊言的習慣 當我講到一些新的謊言的時候 當時我又會很有很壞的習慣 我會去搜Google 什麼意思 就是我會有這樣的習慣 我真的想簡短地說一下 我真的不明白那次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也有懷疑會不會是邱靈在那裡說話 我有懷疑 或者是這麼巧 我不相信是這麼巧 那個意思是這麼貼切 是的 有時候我們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經歷 有時候我們能夠解釋到我們就解釋了 解釋不到也不用很掛心它怎麼解釋的 這種情況 真的可能是邱靈攻擊令到你說一句不好的說話 如果你說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不是呢 我又覺得不是很重要的 那主要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結證了生命 因為我們也沒有這些意思 就是我們的心中 都不會說用這句說話 去好像 你覺得英文的說話呢 因為我不想說回那個字出來 意思就是 廣東話就是 走開不過是一個很俗的方法去說 就是我們就學習 就是總之我們親近的神 舉例生命 我們生命裡面盡量都是糧食的 那自然裡面就留到糧食了 有時候一次的經歷是什麼 我們都不用很在意 譬如有些人就告訴我 哎呀我祈禱很熱 那我好啊這個好啊 生命的能力 或者是我又見到什麼異象 其實通常異象呢 看到有一類就是 鼓勵性的 譬如見到耶穌啊 看到很美的環境啊 看到神看著我們啊 這些是正義的 那這些呢 這些呢 屬於是一種鼓勵性的異象 那而異象呢 另一種呢 就是啟示性的層次 就是啟示有些 家的現狀 或者將來我們應該做 這個就是比較重要的異象 那麽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尋求神啦 到底這個異象是什麽意思呢 譬如說有一個人看到 他將來會傳道 那是不是神啊 是不是我將來都會傳道呢 你帶領我 那我怎麽樣去預備自己呢 那如果持續都有這個心去傳道的 那就是這個是出自神啦 那而那些鼓勵性的異象呢 就是我們 就是很多人都會見到的 啊 耶穌啊 給一件圖我穿啊 那可能這個是自袍啊 或者他的恩賜啦 或者說耶穌很愛我啊 耶穌抱著我啊 耶穌跟我一起走啊 這些全部都是鼓勵性的 那這些呢 我們不用好去找 到底是什麽意思的 就是其實他講回聖經講的東西 對啦 神和我們一起祝福我們 神接受我們都是同任的東西 是一種鼓勵性的 我們就不需要好在意 啊 到底是不是有什麽特別的意思呢 那特別的意思就是 神很愛我們祝福我們 但是指示性的 我們就應該更多去尋求的 就是問神 到底你是想指示些什麽呢 OK 哦 簡單回答你 如果你再有再問的 可以再說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話想說的 好吧 我們就祈禱了 我們親近神啊 放鬆個人 感激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利亞 天父多謝你 神你充滿慈愛恩典 神你的恩典 永遠長存 你的恩典是極大的 我們有你真是有福的 哈利利亞多謝天父 主下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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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我們心中 和我們一起 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提升我們的生命 求你顯示給我們知道 你像有什麽恩賜給我們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神給我們恩賜 有時候我們未知 或者沒有去發掘 祂主幫助我們去發掘 祂給我們的恩賜 祂使用出來 應用出來 去建立神的天國 祝福別人 求主詩恩 多謝天父 神你有很多恩典 傾到下來的 我們歡喜 接受 神你的心意 都必然是美好的 我們歡喜去接受 歡喜 歡迎你 感激你 讚美你 哈利利亞 耶穌 你真好 求你幫我們 日日 都是想著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善 神你真是善良 你裏面真是有無限的恩典 無限的福氣 我願意一生人都跟著你 一生人都走你的路 讓你更新改變 求主使用我們 O 哈利利亞 哈利利亞 爲美耶穌 我想愛你 哈利利亞 爲美耶穌 哈利利亞 enfim 祢 Cao 哈利亞 哈利亞 耶穌 亞 哈利利亞 哈利亞 耶穌 阿 哈利 耶穌 哈利 你都可以跟着唱过,你在那儿站在那儿, 我都站在那儿放松了, O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勇, O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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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心爱你, 主要赐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给我们心里火热, 热切的爱你,Halleluj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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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世界所知,给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 给世界所知,给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我有这样子,主耶稣知及我, 给世界所知,给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哈哈,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赐给我们,你想给我们的恩赐, 并且发挥,帮助我们发挥我们的恩赐,帮我们形容出来,叫我们放胆,有信心, 将你的恩赐行使出来,给主你使用,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耶稣真好啊,主耶稣你真好啊,神你真美事,我们欢喜你, 我们多谢你,我们喜悦你,我们欢迎你,感谢耶稣,多谢天父,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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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耶稣真美善啊,耶稣真美好啊,感谢主,祈祷奉耶稣的圣灵,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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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其实大家如果有个心叫出来 啊 你的心叫出来 你的心叫出来 你会慢慢有有微笑 就是在里面 就是会可以溶出来的 就是多些叫 和心底住 啊 优优独的心 可能会有起来 OK 好 还有个人有问题 可以分享 好的时候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为止 祝福大家 我今晚呢是 因为我之前讲到 可能晚上那个是会 但是呢 家伙人呢 他们可以游的 今晚他会可以游的 那时间我们到辰星康 就给你听了 听了 都是大约那些时间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